民進黨高雄市黨部內花團緊簇 賀卡花蘭將黨部一樓大廳排得滿滿滿 原因在於市黨部主委今天進行交接 由許智善接任新主委職務 前主委同時也是立法委員趙天麟表示 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恭喜許智善高票當選 我們對於許智善主委 接下來在今年年底的大選 我們期待連任 議會過班充滿了信心 所以這樣的一個重擔 我們就交給許智善主委 新任主委許智善則表示 將會凝聚黨內團結 快速啟動年底大選的模式 省慎謙卑來建立黨部 成為最強輔選團隊 並且會全力輔選市長陳其邁高票當選 及議會議員席次過半 共同為建設高雄市一起努力 那我們希望鼎鼎的這個精神 我們年底的大選 絕對會讓市長順利來高票連任 讓議會的議員很多過半 來相助我們的其邁市長 把我的馬公司做得更好更棒 另外兼任民進黨中指委 先任立委許智傑也到現場 民立市黨部要審慎因應 年底三合一選舉 以有信心要小心繼續拚的精神 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記者李嘉隆 高雄採訪報導